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动物变化 大刀之简 财富产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频道 好 当前的位置怎么解读 经过加息20个基点 价格经过大幅拉升 后期又经过下跌 那目前的位置怎么操作怎么应对 好 目前的位置还能够买入吗 有风险吗 好 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好视频 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的链接加我们社区 一些比较关键 几时分析 补充 服务都在里面 非常重要 Discord Telegram都是免费的 好 点击加加我们Discord 那社区内部有基本的资源 包括最简单的分析报单 很基本 还有我们自动跟单 按照我们的教学 设置好杠杆代率 几个完全自动的跟单 如果说你是有跟单亲的朋友 很多交易员都是扛单的 扛到你爆仓 那我们的系统都是有止损的 不会扛单 OK 非常安全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指标 多套指标高使用 OK 那以上资源都是免费的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私聊我 点击影片下方链接这边 点击可以私信我了解 OK 那免费的资源都是 都是不容错过的 OK 就是用我们的链接码 注册 然后入金 这么说去内部这边都可以留言 你UID 最后加入了 好不好 好 欢迎加入 那么看一下盘面 目前位置来分析一下 来看比特币 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结构 有打破多头结构吗 没有 OK 那多头结构有被影响吗 也是没有的 那目前的位置来讲的话 这个通道还是非常清楚了 就是它是一个上升通道 走一个震荡上行的通道 那经过这一轮击拉之后续连续 有1233段的延续了 那目前的位置来说 如果我们看搭配成交量 能量是在微缩的 在微缩的 我们看一下 从这边开始看 从这里开始击拉 击拉到这边是有放出一个非常大量的 后续就慢慢慢慢的下去 不论是多头空头 都是在缩量的 所以如果说空头是在强势 其实当然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 如果说我们就只看空头的 放出的下跌的成交量 其实明显是比多头来的弱 就即便说它是一个缩量 空头的量还是比多头来的弱 所以整体来说 目前还是不能看反转 没有反转的结构 也没有理由看反转 OK 那我们刚刚社区有提到 就是我们如果说要看更深的下跌 更深的回踩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 这个区域内空头的量能要放大 OK 也就是我们在高位这个区域内 这个内部它的一个成交量 空头是要放大的 那我们目前来看 有放大吗 没有 对不对 如果我们就看成交量 把它放大 成交量的话 你看量能多头 成交还是比空头来强的 即便说在输入量 OK 但是呢 以来来说 空头并没有专业强势 那第二点 就是我们价格需要去跌破223.0 跌破2万件300 我们才能看更深的下跌 那目前呢 价格是并没有去跌破的 而持续向上推进 我们整个区域内 最强的支撑预期 还是在这个位置 也是2万件300一线 这个位置 也还并没有去跌破 好 所以整体来说 目前为止 一样是去看 这个第一位阶段为主 如果我们参考阶段位置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下方这边是有一些 这个抽法堆积的 就我们在这个公布CBI 公布这个 利率之前 这边是有经过一段时间的 这个小型底部 小型的双重底部 那这个区间内呢 它可能会是你一个考虑 去阶段的机会 那基本上我可以看高一点了 我个人认为这个阳线是不会去被跌破的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止损 窄损带在22760 可以带2750 跌破就止损 OK这样情况 所以整体来说 目前的位置来讲的话 如果价格有机会给到这个位置 回彩的话 是可以做买入的 那基本上我个人在这些地方 有持续的去做这个 左侧的一些短线多单 那只从会参考在22760 OK 往下做一个接单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想要等更安全一点 等右侧就是等待短级别 比如说我们看上次一样 就是等待 像我们上次这边经过这 经过这一笔拉伸了 这笔拉伸 它也是有前置的这个酝酿 看这边 够够够够了一个小小型的底部 双底 对不对 突破颈线然后拉伸 所以一样的 如果说你想要等待更安全的节奏 可能构成一个小的一个双头底 或是一些小的一个什么头肩底 你再去考虑介入 会是个好选择 那整体来说的话 目前的位置来说 空头一样是没有去占据优势的 我们不论这个小时候四小时图 拉伸的这个成交量 都是比下来的更强的 而且非常明显 对不对 非常明显 拉伸放量下跌收量 所以基本上目前的位置 是没有看空理由的 回调之后一样去接多 那接多的位置 你可以参考 23300到23300这附近 那你可以抓23200左右 23200 如果你参考 飞广大气的话 画一个回撤 到0.618的位置 大概就是23100左右 那如果我们看次轮上涨的话 那基本上已经是打到618了 所以以目前的位置来说 当前的位置去考虑接多 在23300 23200一线 去做多单入场 是可以去入场的 OK 那止损可以参考在这个地点 2760 这个前低不跌破 都是比较健康的 如果说跌破前低的话 如果说跌破2760 如果说它跌破的话 那可能会再去测试 下方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所以以目前说的话 还是可以去考虑 在这附近去接多的 因为它这边是有一个密集的堆积区域 一次去击穿的话 可能性比较低的 第一个量的不够 上次下跌的话是有放量的 如果我们看回放的话 上次下跌 这边是有明确的放量的 拉伸缩量 下跌放量 对不对 所以它下跌幅度是更深的 去试探到了 最低价是在22500 那这里的下跌 你看 拉伸一样是有放量 那下跌你看 基本是非常弱 非常弱 所以基本上不看好 它会跌破前低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皆多可以参考23200附近 OK 好 那买入现货的话 在23300 23200附近 都是可以去买入现货的 一样是可以去买入 整体一样是去看 这个都会延续 那么上次上期影片 昨天有去提到我们 和2019年的这个拉伸 去做一个对比 目前来说 也是走出了一个 8小时 6小时级别的一个背离 明确的背离 那背离就代表 已经下跌吗 OK 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这附近气吻 它是可以直接拉伸的 它是可以直接涨的 如果说价格去跌破 23300一线 就是这一线 我们讲过好多遍的 每支影片都在强调这一线 黄色 我们用黄色线标出 这一线只要不跌破 那基本上就是没有理由 看更深的下跌 所以 如果说你才把他弄的朋友 建议稍微激进一点 在23附近你就直接买到现货了 只算参考22292就可以了 OK 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去参考一下 在这个2019年的拉伸行情 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再做一次对比 当时这边价格也是盘盘的有将近相当相当久的时间 对不对 有大概30几天 30至少一个月吧 一个月的中继 然后上坡的时候开启 延续性的爆拉 那这个地方 他价格 即便有下跌 你看 他每个低点都是在抬高 看低点 看低点 低点 对不对 就是即便有下跌 他价格还是没有去跌破前提价格 OK 当时这边有放个大阴线 相信如果说你当时有交易 你可能会吓到 说是不是被正常出局了 或说你多单平常 或是你去追空了 那价格就是去没有去跌破前提 而且还是维持一个多头的一个结构 所以还是健康的 那当前的位置也是一样的 看这边低点还是一样维持太高 算他走的是一个有顶背里的结构 有这个上破前高多次失败的结构 但是他就是没有去跌破前提 这边是有一个这样的结构 顶背里 但他就是没有跌破前提 这一波的下跌 可以算是说顶背里修正 但修正完之后 他并没有去跌破前提一线 然后直接叫横盘 然后拉伸 然后击涨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避免踏空行情 踏空接下来上涨的话 或说你之前的上涨 你都没有参与到 然后你非常担心 接下来上涨 如果说还有拉伸空间 你错过 你会很担心 那 以目前位置来说 如果我们把所有低点全部标起来 他一样是维持一个台高 对不对 还是在拖高 我们如果把这边全部都标注起来 用虚线 看这个位置 22982326 好 这个位置 25002760 你看 不谋而合 他价 还是维持一个台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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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动作 OK 即便他是一个多次上波行高都失败 看上坡失败 上坡失败 上坡行高又失败 但是呢 第一个 我们看 这个存在量 空头是没有量 OK 然后多头呢 还是比空头更大 所以整体 我认为啊 除非说接下来几天 他放出更大的空头能量 比如说放出更大的能量 一个引擎打下来 然后放大量 那反弹 我会考虑说这个位置 可能要去 去 比如说减仓些线或是考虑去 关注风险 但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还是言之过早 就是我们这两个条件都要达成 才能看到更深的下跌 22300到2400区间 空头的成交量放大 第二点跌破2300 那目前两项都没有达成 而且都没有成立 所以还没有看更深下跌的预期啊 就即便我们 即便我们有空头的放大 放大的话 我们讲试看一下 即便有放大 看当时也是放大的嘛 也是有这个空头能量的放大 看这里是有 是有放大的 即便有这样的放大 但它价格就还是没有去跌破前例价格 看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 对不对 还是维持一个脱高动作 所以价格的这个K线结构啊 这个这个结构 还是最重要的 有放 有成交放大 那它是一个前置条件 那一定要去跌破 223200 23.0啊 才能看更深的下跌 所以我们去非常非常严谨的 判断出来 包括我们看呢 我们举个例好了 比如说以太坊啊 在之前其实也是有类似的结构了 像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比如说一小时或四小时图啊 两小时也可以 当时在这个地方也是走出一个多重上破前高失败的动作 多重上破前高失败 对不对 上破失败 看上破失败 那后续呢 有效的去跌破了这个 这个低点之后 哎就有一个 看空率预期了 当时也是一样的 走出顶背离 然后呢 哎空头能量也是出来的 你看这个位置有出来 对不对有出来 在高位这边是有这个空头能量的出现 所以至少要等待这个信号出现 我们才能怀疑 是否有更深的下跌可能性 那目前来讲都是没有的 你看以太坊也是差不多类似的 昨天这个下跌能量是并没有非常大的 你看也没有放量 有能量 但是我们如果看就看这个对比啊 拉伸的量明显比下跌更强 对不对 所以没有 目前仍然是没有看空的理由的 所以这个前提价格 以太坊只在这个156 只要156不破的话 基本上都是看 还是看多 还是看多 就走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情况 除非后续的高位 这边比如说拉伸之后再破 然后又下跌又破不了 然后更大的权量出来 那我会去考虑做空 至少目前来看的话 没有长线持有空单理由 OK 好 那以上讲解 非常清楚 如果说你还有个疑问的话 可以自己私来我 加入社区 点击链接加入 然后注册一个账号 完成入金 输入ID 然后审核通货 就可以在我们社区了 OK 好 以上讲解 按赞订阅 订阅开启小铃铛 OK 好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